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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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它滚先才来下那个酱料 一直搅让它滚就可以 所以要一直搅 要不然它会凝固 对 所以这样还挺方便的 你们这样有卖这样一包一包的 自己拿回去就煮了 所以每次在外头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看单单那么简单的酱料 其实也是很好功力的 老板用你的功力 煮一些出来给我们试一试怎么样 可以 老板非常用心 准备每一碟沙淀米粉 米粉煮一片后 还得让它冷却 配料也要煮得适度 最后才淋上浓郁的沙爹酱 是不是看了让人垂涎三尺 蛮饱的沙爹酱汁 里面的这个配料 就好像要寻饱这样 都看不到把它翻出来 好吃哦 它的酱真的是跟沙爹的酱不一样 因为它里面有虾米 然后还有仁华酱 经过炒的时候 它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现在煮成酱汁的话 你会觉得 其实它是很烤滑的 因为里面酱料分多种配料 三十多种 哇 里面的配料都很新鲜 像这个鱿鱼 完全没有输味的 出肝 看它没有QQ的哦 我以前很怕吃出肝的嘛 我们这次吃出肝的时候 要看它是配什么料 配上沙爹酱很好的 因为它出肝的味道不会太重 然后沙爹酱又很香 然后又嫩嫩QQ的 很特别因为以为沙爹米粉啊 那个酱料会很浓 可是这个不会耶 刚刚好感觉有一点像比较干的辣 跟沙爹酱摊在一起 你要拿捏好的酱汁到有多浓 因为太水的话 肯定就是吃不到味道 浓的话你会觉得很干 像这个真的是跳到好处 我来这里吃二十年了 有空就会来了 或者是没讯息最早会来一次了 这边是铜碗 它煮的很新鲜 它的酱料很好 它的花生酱很浓 因为它东西很新鲜又好吃又便宜 米粉跟那个酱料都配得很好 不要有传统的味道 老板保留父亲当年的烹炖方式 多年来也保持一定的水准和品质 让人吃出那份认真和诚意 难怪老顾客会对沙爹米粉百吃不厌 声音乐 优优独播放